一个人造卫星刚好在地球表面绕着地球运转 它的勾起为T 那么是这样 这是一个地球 它刚好就在这个表面上运转 OK 它现在勾起是T 假设重力长度为G 问你地球的平均密度是多少 好 这里有点难喔 难在哪边 人家问我密度 我的直觉就是什么 质量去处于什么 体积 这是我们的基本定义 可是这里要出现一个问题 假如我知道体积去求质量 或者我知道质量去求体积 那这样问题是不是小了 可是问题是体积质量都怎么样 不知道 所以就是这里最难的地方 那怎么样呢 你一个目标 你假设这半计是R 然后去把质量去算也可以 但是另外一种直接的想法就是 既然我从基本定义算出来 那就是想说跟这个现象有关的什么 定律嘛 对不对 那这个星球在这里 人造卫星在地面道 它是什么定律 它是什么现象 一样嘛 光学吗 热学吗 电子学吗 不是嘛 动力学嘛 对不对 那动力学的我就怎么办 是不是要分析这个人造卫星在这里的动力现象嘛 是不是 那这动力现象在绕的时候做什么运动 等速率员做运动嘛 是不是 那动力现象所遵守的基本定律就是什么 你要牛顿怎么样 三个运动定律 尤其是第二个定律嘛 那高中我们处理是质量固定的话 是不是也不等什么 M A 把所有力找出来 这样再注意等M A 然后呢 因为这行星 这个人造卫星做怎么样 人造卫星是不是做等速率的运动 所以这个可以等什么 R omega 2 或 R 分之 V 平方嘛 OK 那接下来怎么样 我把所有力一样 这个合力所有力 是不是等M A 这个 A 我就是刚好用这个什么 刚刚的 所有力 右手边所有力 就是什么力 左手边所有力是什么 就是重力嘛 那重力是什么 重力是不是这个M跟这个地球时间的万有引力吗 多少 是不是 R 平方针 G M M 那等于 M A 那一样哦 这其中你要注意的 我的表面卫星 什么叫表面卫星 其实在地球表面 是假设我假设地球是R的话 这半径是R 那它这个也会是多少 R嘛 是不是 OK 好 那还有我的质量 这地球质量会多少 因为它要求密度嘛 那这个地球质量 这样我们就可以写什么 是不是等于它的密度 我们要求密度 再乘以怎么样 体积 球体的体积 是不是三分之四的πR三次方 把它带进去 是不是这边就有一个密度 我们要求的东西 好 所以带过来 那这个R 一样带过来 这个R平方就跟我们的那个这个地表 因为是表面卫星 所以就这个R 分之G 乘以一样这个M 那这M刚刚有讲的 这M就等于什么 是不是这个球体的密度 我们要求的密度 去乘以这个球体的体积 会等于MA 那这个A要用什么 他们要给我A用 A用什么 是不是这个用T的 什么R T分之二π的平方 OK 好换到最后 这里注意的 你的R三次方 这个R三次方 怎么样 跟这里R平方 还有这一个R 是不是消掉了 对不对 有问题 所以在这边 你就可以算出 这个ρ 整理一下是消掉了 π也消掉一个 所以这里的密度 这个密度 就会等于移过去 这T平方 G移过来 有GT平方 三再分布移过去 这里就有一个三π 所以就会等于GT平方分之三π OK 它这个数字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又称为宇宙的普遍常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只要发现一个像这种卫星系统 有个卫星在这个星球上面跑 那通常像我们的卫星在这上面跑的话 它就怎么样 高度不会很高 纵使有一点点高度 可是这高度比较这个半径来讲 就会怎么样 几乎可以忽略了 好 那在这种情况 你去测量这个卫星的周期 得到这个周期 我就知道这个星球的什么了 密度了 我需不需要还要去算这个星球的质量和体积 不用 好 这样了解意思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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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